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另一路 他告诉我 他就说他做话之前呢 必须这个手啊 非常的稳 一点都不能有这个人欲 他说原来我在美国的时候 那都肯定都是黑袖 黑袖 黑袖 彻底宣泄干净了 然后呢 女的睡着了 他说我出来做话 那个时候手稳的 我以为他讲的是他在修行春天里去人欲 没想到是这个 就这种性力学 当然我想来想去呢 我还是比较这个 我个人的情况比较接受香港人说这个古经上脑 就是古经上脑就是事前了 就是事情没完成 憋在那里那个状况 对 这个叫事前 对 所以最近 那个另外你说那个手不动 那个是事后 老百姓啊 调查统计好像说是事后 那个他们调查伦敦的人什么时候做爱最集中的 就调查出来是在那个足球比赛之前 哦 就是黄金是个 就是就是完了以后看球是最爽的 哦 是吗 是吗 徐老师这是你的 不不不 这是伦敦的调查 伦敦人 伦敦人的敦伦模式调查 我们不行 我们的球赛半夜三点多钟 你搞什么吗 不是 那原来我们在伦敦开那个奥运会的时候 怪不得每次徐老师爱看球赛 我都发现每次去看他球赛 我在后边看你两条腿走路都打飘 你太稳当了 偏小的我在伦敦是 就是刚才讲那个事情 对对对 就是最近也是古经上的憋得狠了 我突然就发现 哎呀 又对于这个世界啊 有很多的这个感想 哦 就是激情洋溢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 嗯 到聊古巴 哎 你看平常呢 我要是没有这个性力的时候 我没这么多这家伙文人的这种感想 但是我估计最近就是憋得有点狠呢 我看到之后我的眼前呢 艾文道有那种怎么了 画面感 你知道我就 我就看到奥巴马啊 到了这个古巴 你知道我就想起来 我想多少这个热血 我就想起了格瓦拉 你知道我就想起了当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那帮古巴人 登陆那个古巴在海滩上 被卡斯特罗那个机关枪巴巴巴打到一地 我想起了这个肯尼迪总统被刺 我想起了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 那个千军之法 千军之法 世界即将爆发核战争的一个 一个岔口啊 就那个时候啊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起了今天 这家伙要见面了 开始了他们的前戏 他们是试钱 是吧 他们是试钱 然后就试了 然后我就捕捉到了这样 今天的一些画面 我相信你们 我以为你接着说 你就想到雪佳 然后就想到了克林顿 与莱温斯基那根雪佳 没错 是古巴生产的 对了 反正雪佳古巴有名嘛 就硬塞说他是吧 我戒了烟之后就抽雪佳 古巴雪佳性侵美国女郎 我现在就是 咱们都是有点 他是接着美国总统的受 很惊是吗 对 最近憋得有点狠 我们都在想什么玩意 你别以为老男人 老房子着火 没法救的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于这个 我前两天看见一个 挺潮的一个小女孩啊 她跟我讲出一番 这个性力学的道理 让我真是有点顿开茅塞 她的观察很有意思 她说 我们班同龄的小帅哥 没有你们这些老男人 这样好像整天就跟那个色鬼似的老四郎似的眼睛里老盯着这事 她说 因为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太容易了吧 就是你明白 她说 你看 她说你看那些贪官 一找找那个一百多个的这种啊 那叫性贪婪 那叫性战友 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憋得狠了 所以才要那么多 她说你真正像 她说我怎么觉得你有些时候你们这种老男人 在性方面的趣味 比我那些同龄的小鲜肉小帅哥还要大 她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也就是说 所以现在如果要当官避免当贪官必须年轻上学的时候 就先都爽过了 嗯 这是个意思吧 就是以后就当官的应该找这种年轻的时候啊 这种什么小小小鲜肉啊 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吧 他心里能够平衡 没错没错 明白你们的意思 就是说强调人的一生能量总和 手横 手横 一共好像六六六千多什么什么 反正是总量都是有固定的 对以前蔡兰雷匡最爱讲这个道理 对那就讲这个道理 那年轻的时候太放荡 后来就连结 我觉得我们节目有两条内容线是吗 本来说古巴是主线 雪茄是副线 你们俩现在把雪茄聊成主线 咱们还是聊聊奥巴马好吧 奥巴马你知道我捕捉的历史画面是什么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就是一个88年 假如美国总统是一个人的话 那么这一个人他88年 跟一个敌对的一个国家 现在他要落在他的土地上 你知道他呈现出什么状态 你可以看看这第一张照片 你想 单期贵 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 你看他们是这个样子 在看着这个神奇的国度 你看你再看下边 这张照片很精彩 这就是空军一号飞临古巴上空 然后你看地上的民众 哎 民众在看他 奥巴马在看他 这真有意思 你看 这个 你看下飞机历史性的一刻 哎 俩女儿在后边 哎呦 你看 古巴的这个要人来迎接 对 然后呢 在美国 特朗普开始发言 特朗普说 哎 总统没来接啊 就是 就是说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谁啊 老尔算叫总统吗 对 是 这就老尔没来接啊 但是 街上的画面出来了 你再看下边 嗯 瞧 这个 背后的是壁画是吧 对 应该是 不知道画的是什么 一个历史事件肯定是 哎 走过 你看 哦 一家三口 三个女儿 一家三口 跑去一个教堂 跑去一个教堂 哎 你瞧 这是 奥巴马有一个女儿啊 还是学这个 这个 好像懂他们的语言 西班牙文 对 就帮着奥巴马翻译一个段子啊 估计也是个雪茄的段子 对吧 奥巴马乐成 这 女儿给爸爸翻这个不太好吗 你看 你看 这是 冰箱贴 这是人家哈马那 这冰箱贴 已经中间有了 哎呦 奥巴马和格瓦拉呀 据文道考证 格瓦拉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给打死的 对 是啊 好 再看一下 你看 很多时候摇滚英雄 约翰列农和格瓦拉 嗯 你再看 这是古巴的街头 古巴街头最有名的老汽车 几十年前的老爷车啊 哭 然后你看 哎 也挺拉风的 真的是 很多拉风 你往下看 哎 你看 这是一位古巴市民 从北京买的老头衫 上边印着奥巴马 对 但像是为人民服务 这个装束是我党的装束 这就是后现代的这种并质 拼贴 对对对 有意思吗 不过说起来 我觉得真有意思 因为 因为你知道 古巴人其实过去 这个官方角度 主旋律上讲的话 对美国应该是恨之入骨的 就比如说他们民族英雄 格瓦拉 就是被美国打死的 然后更不要说几十年来的封锁 他们还有个美术馆 叫卡瓦那 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 咱们仨都还没去过 我们都没去过 然后那个美术馆呢 叫做什么恶棍美术馆 是恶搞的美术馆 专门用 有其中一个画廊 一个一个厅啊 专门用来讽刺美国 然后里面有历届美国总统的蜡像 全部都丑化妖魔化 就是全是恶棍 那个厅就叫恶棍厅 那么那个厅呢 就凡是新的美国总统上任 立即给他照顾像 但里面没有奥巴马 然后呢 当地人就解释说 奥巴马不算是恶棍 他跟我们古巴人民挺友好 这个对他印象一直不错 其实算是 原来古巴美国关系的改善 由这个博物馆开始的 他们就想好 但你觉得古巴人真的恨美国人吗 其实不是那么 但是反正那个恩怨啊 我觉得像什么呢 其实用两个国家当参照 有一方面 他那个仇恨 其实远远比不上越南跟美国吧 但你看越南美国 现在基本上没问题 那第二 接下来就轮到看中国跟美国 我觉得中美关系 跟古巴跟美国 这个是可以 很可以对照的 有对照的信吗 可以的 就因为奥巴马 美国传媒一直把奥巴马 访美 访古巴 形容成是另一次尼克松访华 他这样子来对照 破冰之旅 破冰之旅 对 然后第二呢 就是接下来可能要开展的一种东西 也可能是学当年中美的 学什么 我们当年乒乓外交吗 美国古巴可以棒球外交 他们一场比赛 这个打从前两年开始 我的很多朋友就这么劝我 就说去古巴吧 去古巴吧 本来今年真的就准备去的 但是他们说的是 就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了 我说那为什么 他说你要再不去古巴 就不一样了 他就沦陷了 他就改革开放了 说他改革开放了 他就改革开放了 那些东西你就看不到了 就是那种社会主义 而且美国游客一大街挺讨厌的 将来就只能去平壤了 那还不太一样 平壤好像没这风情是吧 还不太一样 还真不一样 还真不一样 社会主义国家 还有魅力 还有又有一种 真不一样 似乎让我觉得 类似于一种性感的气息 你知道吗 古巴有魅力 对啊 这是古巴 平壤 距离产生美 距离产生美 那咱们跟朝鲜 平壤距离是太近了 是吗 对对对 所以美还是不美 我都压漏江兵 我都去了好几次了 真的 过去了 对 徐老师一直意淫对岸 社会主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好王 大师 这个徐老师好像有 真有着政治观察的眼光 说是看见奥巴马在新闻发布会上 挤了一下眼睛 我觉得你可以说说 那是因为据说那个发布会呢 是临时才决定的 就是开始都没同意 到了临时说同意开 然后那个古巴的那个总统呢 他就说只回答一个问题 老二就只回答一个问题 结果呢提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犯的 就是说应该释放政治犯 他其实不太高兴 对老二说拿名单出来 开始他就没回答 那奥巴马就回答了一番 回答完了以后呢 那个老二就装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然后他就再问一遍 奥巴马就再问一遍 逼他回答 就在逼他回答的时候呢 奥巴马对下面记者做了一个眨一眨眼睛 所以我其实是有点不大礼貌 就是你跟一个元首 在一起 上上 你跟个元首 但是你跟下面的记者 他有点那种心照不宣的调感 其实奥巴马很简单 他这个事情呢 他是做给美国的舆论 当然 他是美国的国会 很多人反对他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要给美国人民一个姿态 就是说我既要比赛关系 又不放弃我这个人权啊 我美国的这个立场 结果老二的回答也非常有意思 就问了 这个问题听清楚了 用西班牙问好了 忘了说政治犯 你给我名单 我今天晚上就放了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他就还是一个 他们说这个古巴是一个 热带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 为什么这个热带很有 他不一样 你觉不觉得这个 那么越南也是热带吗 对 但是我觉得拉美 拉美真不一样 你看老二 他这个 他就是一个拉丁范的 奔放热血的这种 所以他不像一般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 是很拘谨的 对不对 你看就是 拉这个奥巴马 你还注意到吗 奥巴马有个身体语言 被捕捉住了 对对对 我就 我能够感觉到 也可能我是错解啊 我能够感觉到 他把奥巴马的手 这么一举起来啊 奥巴马也很无奈 你往回夺也不好 但是如果挺着 就像是跟他在合谋 于是奥巴马 做了一个杨伟的姿态 手臂就是 好像表示 我也是 你可以看看这段 你可以看看这段 卡斯特罗不知 出于什么原因 没有和奥巴马握手 而是抓住了奥巴马的胳膊 举了起来 面对这个似乎很难解释的通的场景 美国媒体纷纷用上了 尴尬 诡异之类的字眼 但这个其实很好解释 这太容易了 拉美革命兄弟 常做这个手势 Viva Revolution 革命万岁 怪不得 你说奥巴马心里门枪吗 当然知道 这全美周围都知道 要是两个手这么一起举起来 那还得了 全美你到拉美 你如果说去巴西街头 看到人家示威 你赶快 兄弟来了 国际主义战友们来了 就这个意思嘛 这个全都很厉害 你看到很多的那些 他们的拉美的 左派的壁画 格瓦拉 包括老做这个动作 我估计老二人 也不是精心计算的 他可能也是一种习惯 浪漫 然后我当你朋友 那我们就这样来一下吧 我觉得他不是计算 对对对 是奥巴马的门情 他知道这个时候 他不能跟他这么一起 这样一举手 这张照片拍下来 那还得了 那你奥巴马还不是社会主义 对吧 自换了 你别自换了 那就手到琴来了 一下受制阵营 重新建立了 是吧 就直打白宫了 是吧 是 你看当年 查韦兹去古巴 那卡斯特罗也是抓着他手 这么来一下 他们常干这种事 但这次你看老冤家老对头 他还是有点摸不开面 这个卡斯特罗跟奥巴马 没有见面的计划 但是我还看到就有的人分析 就说这也是个未知数 说也没准在临走的时候 就见一面 应该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关系是这样 就是卡斯特罗呢 等于是 你在古巴那个地位 怎么讲 就那像毛主席 他精神领袖 他 他就跟 这个是老对家 干了那么多年 我觉得他有点 那个意思说 算了 你就让我保持 我这个反美形象 怎么办到底 那这些事我不管 然后就整个 整个东西分开点 就让他弟弟 去处理你们这些事 下一波人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大 但是毛主席那个时候 还见美国总统的 虽然几十年的反美 最后而且是他拍板的 现在很多人说 毛主席晚年最大的一个成功啊 就是打开中美关系 这个后面几十年 中国的改革 是由这一朝起引出来的 不过我想说的是 美国人心目中的古巴人啊 又有特殊的地位 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是共和党的这个 除了那个床破以外 那个第二第三个克鲁兹啊 那个还有那个 还有是有古巴裔的 两个人啊 卢比奥 卢比奥 两个人呢 一个是父母是古巴人 一个是父亲是古巴人 就是等于是两个人的 这个这个双亲四个人里边 有三个是古巴人 你说妙得很吧 就是说怎么 共和党是那么保守的 那么 这批人恰恰是保守的 对 他们本身又是很保守 他好像甚至不太喜欢奥巴马 当然 他们惨党背景 然后但是他们人种上却是 古巴人 你知道当年古巴是这样 古巴其实就算独立之后 也一直被美国当后院 很悲惨的 我觉得卡斯托尔他们当年搞革命 完全完全有道理 那个时候古巴就是贫富悬殊 然后你看过教父吧 你记得教父第二集 他们到古巴搞生意 然后碰到古巴革命吗 对不对 当时那个环境就是 我觉得很写实 就是古巴是有一群住在迈阿密的黑帮什么 然后过去操纵 然后古巴的雪茄 古巴的唐什么 这些都是被一些 就我们过去搞革命的话讲 就是地主阶级 资产家阶级 然后那一群人呢 这群中上阶级有钱人 全部都是跟着美国 美国人走的 美国大使馆 是当时古巴实权机构 就他的这个权力 可能比古巴 哈瓦那总统府还要大 他权力在哪呢 他实质上操控了整个国家经济命脉 美国 他整个操控 拉美一项是美国后院嘛 尤其古巴 拉美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美国大使馆 都是除了总统府以外 就是他说的算 然后所以古巴人是很不满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跑到美国的那一批古巴人 你就把他理解为什么 就理解为49年上海跑到台湾 跑到美国 这你懂了吧 那这批人呢 就就很讨厌这个卡斯特罗的 我身家全给他没收 你想想看 对当然 就是说古巴咱们仨都没去过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 他的这个风情 还是应该领略一下 我找一段你可以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亚洲可以跟你中日挑战 但北韩也中日挑战 大家不同的挑战方法 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南韩 这个制度好像很有活力 但是这个放到中南美 我们就倒过来看 中南美的其他的那些国家 你都觉得很平平 就是在美国的后院 就是也不发达 他们有图有美国说的民主制度 但经济也没有发达 古巴呢你看至少教育 医疗都不错 体育一个古巴的体育 抵得上一些大国 单单一个古巴的体育 所以而且古巴也没听说很多 比方像朝鲜这样 第二把手啪啪啪 机关枪打死 这种事情 很权权 对不对 这种这种事情好像也不大听到 没有 对不对 不过古巴是这样 政治犯都交不出名单来 对对 不过古巴呢是不太一样 整个政治制度跟朝鲜 我们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社会主义国家 首先你基本前几年 很多人就夸朝鲜好 说朝鲜公费医疗嘛 对不对 古巴也公费医疗 那古巴的公费医疗 那是真不错 真不错 是中南美洲很多人 专门去古巴看病 当然它有很多缺陷 因为美国经济制裁 它很多药 很多器材 它是没有的 这是很可悲的 那这种情况下就更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 古巴不容易 但是而且古巴还有一点 你说它政治上 也不是那么开放 可是你们注意到 这回有个细节 就是奥巴马去之前 当地有个反对 异见者组织 常常示威的 那么这回又搞示威 结果就被政府 强行驱散逮捕 然后人家就说 你侵犯人权 你这样看 他怎么侵犯人权 他有个叫做反对者组织 他固定时间示威 你看真不一样 而且还有一点最特别 就是古巴从来没有 个人崇拜 你找不到卡斯特罗 这不一样 卡斯特罗从来不准许 别人为他立项 崇拜他 他可以准许 大家怎么样 你们崇拜我的弟兄 死去的格瓦拉 格瓦拉可以崇拜 这有点意思 这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死的为神 对 是吧 国人为神容易变成邪教 对 对吧 他很反对这种个人崇拜 而且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他们说有一个酒店的名字 要翻译过来啊 叫different world 就不同的世界 你看有一个观察家就讲 说这是一个正在缓慢分裂的社会 一个正在一点一点的向资本主义私有制敞开大门 哪怕只是一道门缝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个使用外汇券 使用货币双轨制的社会 一个把外国游客和本地普通人分隔开成两个世界的社会 这我们很熟悉 就是你在那个外社外酒店里看那个电视频道之丰富啊 那以至于这个游客都不想出门 但是在古巴的市民里能看到的就是简单的他们本地的官方的频道 这最有趣的节目可能是个教孩子讲英语的节目 就是它是这么一个两个世界 可是即便是这样 当然很多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这样 平壤也是 那你游客更是被分成另一个世界 可是你看街上人的状态 虽然咱都没去过 你去过平壤吗 你没去过吧 还没敢去 没有没有 还没敢去 真的去了那古今上了 是吧 比如说你看 像你光看我们看见影像 你会看到人的状态不一样 你看到哈瓦那那些老百姓 他在街上那么晃着晃着大这个肚子 这东西 状态不一样 真的 你要说是全世界受苦人 咱们也应该关心 但是有些受苦人 他基因里边 我有个好朋友啊 这是小茂跟我说啊 说他在古巴 他太有意思了 就是一个穷的叮当响啊 那个车开起来 真的是到处都响 对吧 就随时掉个渣子 对 就那个几十年前 那个收音机 他说可是一到那个晚餐时间 你就看吧 就把那个破收音机拿出来 就放那个歌 一大街的人呐 就 他就 穷乐呵 你说 实际上你说的公有志啊 这叫君子顾穷 是 对 现在也生锈了 也生锈了 就公有志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而且原来呢 是靠着苏联 高价买他的蔗糖 对 然后便宜 卖给他石油 但是现在的国际局势 也在 苏联一垮之后 你也靠不上 他就问题很严重了 对了 那你现在 他经济就困难 没错 你现在反倒是 哎 大国之间的小国 这是个特别值得聊的话题 对 你想想看 奥巴马运气好 对 奥巴马你看 这个快走了 捡到两个旗子